伊朗双重打击 以色列F35被炸毁吗 冲突局势发展到哪一步了呢 中东的战争迷雾 一定要看清楚 欢迎收看延安数据论评 这两天中东局势陡然升级 各方消息层出不穷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 大战已经爆发了 伊朗也动手了 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发起了地面轻功 伊朗也对以色列本土的军事基地 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导弹袭击 但问题是 现在的冲突局势 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呢 当前中东的军事对抗 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方面到底做何态度 伊朗方面 为什么一边在向美国求和 一边又给冲突添了一把火 对以色列展开了报复行动呢 可以说呀 目前的中东局势完全笼罩在战争迷雾之下 而这些恰恰是关键所在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首先在战场内 现在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 伊朗这次的大规模袭击到底是在演戏 还是真的摊牌了 我看有人说 伊朗发射的几百枚导弹 全打在空地上了 要么就是被以色列的铁穹反导系统给全部拦截了 伊朗的行动完全是雷声大 有点小 表演成分巨多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知道 这两天还有个消息 听说以色列的F35战斗机 伊朗的导弹袭击给摧毁了 伊朗空袭的目标就是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而且导弹命令率达到了80%以上 对以色列空军造成了巨大损伤 当然了 以色列的F35到底有没有被摧毁 目前没有明确消息证实 但很简单 只要看一下卫星图像 就能真相大白 而可疑的点就在这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几乎没有流出任何已经空军基地的卫星图 唯一一张卫星图还被大面积的云雾给挡住了 所以我偏向于以色列的F35真的被炸毁了 不然消息不可能封锁的这么死 如何印证这一点呢 我们看后续 以色列空军有没有行动 行动后有没有具体的战果 就能一清二楚 同时这也能说明 伊朗不是在作秀表演 而是心仇旧恨 把之前哈尼亚之死的仗一块跟以色列算了 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双重打击 战场内的说完了 再来看战场外 先把结论放在前头 现在的冲突局面 美国和伊朗其实都不太想掺和 反而是以色列和黎巴仁这两个代理人 因为当前地区局势 以及双方的历史恩怨 想打生打死 美国是没有功夫管 因为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刻 不能被中东局势扯了后腿 而伊朗则是非常聪明的 利用这次的风波 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外交战略转向 在这轮大战爆发的前两天 伊朗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在联合国不断向美国求和 另一个是爆出了此间哈尼亚之死事件上 美国没有做到给伊朗的政治承诺 美国承诺伊朗只要不报复 就能让以色列停火 伊朗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 自己再配合美国控制中东局面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伊朗刚释放完信号 政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了 以色列开始地面进攻了 那这个锅谁来背 美国有撇不开的责任 所以伊朗率先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并追加了报复行动 给政治党打了一波配合 外交风向一下就好起来了 另外伊朗属于俄罗斯的外交资源 之前一直遵守俄罗斯在中东主张的一国论 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只能有一个 但现在政治党领导人抵抗之乎二把手 坚决支持一国论的纳斯鲁拉 然后冲突局面又发展到这一步 那么伊朗是不是就可以非常巧妙的降低一国论的声音 转而去靠拢中国长期呼吁的两国方案 实现外交战略的根本转变 而这才是事关到中东局势全盘走向的关键所在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